其他栏位 所以将来我是希望你们的期末作业部分的话 当然只要有栏位的话 你就可以给我一个按钮 我要查这个按钮 然后我要产生 所以刚刚提名已经有了 所以再来就借购 作者、出版社、一直到类型、学院、戏所 所以这怎么改呢? 其实也一样 你只要有提名 如果要借购号的话很简单 Ctrl-C、Ctrl-V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就是把这个借购号的部分 直接怎么样 偷懒一下 把这个拿来复制 借购号 请输入什么? 借购号关键 然后这边的话改一个什么? 它因为在第一栏 所以你这边改1 这样就改好了 借购号就OK了 所以如果把这个借购号 请输入 比如说6668 6668 有没有6668的? 按确定 有没有6668全部出来 就这些 那么多 6668 好多 OK 所以这个地方借购号部分程式就OK 一样可以把它复原 然后再来的话 其他的作者 所以作者的话也是一样 你会把它复制贴一下 这边就是作者 如果你要找作者的话 就直接把这个作者把它输入 然后请输入什么? 作者的关键字 哪一栏? 第三栏 其他就不用改了 作者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一个姓龙的 或者里面字有龙的 按确定 找到一个而已 复原筛选的话 按一下 所以其他的部分都一样 出版色 类型一直到细索 细索其实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就把其他的对应的层次给写出来 写 基本上我这边已经有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我先把这边做出来 做完之后一样 请各位再把对应的按钮也做出来 比如说我底下希望再把对应的按钮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这样贴 贴上去 看有几个就贴几个 总共有八个栏位 所以二、四、六、七、八 多一个九个复原 然后最后再把这边按右键 指向哪里 指向这个 再来就哪一个 借购号 OK 然后你就把这个复制一下 再把这个名称改成借购号 以此类推 就是分别 再把这些东西 分别把它按钮改一下 但问题你会发现 做完之后的话还有一些问题 他在书目编号这边已经有了 再来就出版色 出版色 OK 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 做完之后的话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是说 第一个这个按钮好像没有对齐 如果没有对齐的话怎么办 再来就类齐 然后在学院 一直在细索 所以一排 周一将来我是希望 你可以把相关的按钮跟功能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我想要查什么 就可以马上把我要查的东西 直接就查到了 再来就细索 OK 然后复制一下贴 那再来就是说 按钮有了 可是问题 可能就有点歪七扭八 不整齐 假如说这样 这样 像这边 然后 这个 外一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让它全部变整齐 很简单 特别注意 最后如果你希望这边变整齐的话 一 请你把它全部 全取起来 怎么选 按Ctrl键 第二部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如果全选之后 它的上方 会有一个叫格式的东西 格式点它一下 你选的时候才会有格式 有一个关键的按钮 叫什么呢 猜猜看吧 对齐 有没有 格式的对齐 对齐的话 只要找到什么 应该哪一个 我问要靠哪一个方向 靠上 不对 上全部叠在一起 应该什么 靠主对齐 一 对齐了 二的话 它的间距把它设为一样 那应该哪一个呢 猜一下 应该可以猜得到 应该哪一个 垂直均分 有没有 垂直方向 平均方向 我分配一下 OK 按一下 好 你会发现 哇 这个按钮 就全部 通通都排整齐 OK 所以将来 我希望 你们做出来 其中 其末的注意 第一个 每个栏会跟我做查询 所以你找的资料也不要栏会太多 不要 少的二十栏三栏的话 那你这些一排的按钮 所以 大概就是控制在十个栏会以内的 那至于那个 去哪边找 包括就是我刚刚讲 各大租资管的网站 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去找 像关键是你找那个开放资料 那之前那个开放资料 政府的开放资料一堆 你可以 它会有什么 像最热门像 内政部的支架登录 哪个 哪个县市的房子 差卖多少钱 在哪个地址 哪个地段 其实都有这相关资料 你也可以去找 你对 开放资料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把这些资料拿来做查询 然后做出这个对应的按钮出来 那另外的话 其实这个按钮还有个好处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筛选汽索 比如说我希望找那个什么 中文系 你只能找中国文学系 比如说我第一个 真错 这边有错误 什么字叫错误 中国文学系 它这边显示错误 不是什么 Auto filter 方法错误 中国文学系 中国文学系 啊 少一个字 中国文学学系 不过也应该不会出错才这样 好 等一下 停止一下 停止一下 可以再 等下 资讯系 查一下资讯 打关键就可以按确定 哪里是错 看得出来哪个地方有错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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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H 这边到F 对不对 所以这边特别重要 我云端上面的到F而已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改一下 这边 所以 有些同学 眼睛很利 OK 马上看出错误 这是好 因为以后呢 所有你要陈日写得好 就这些眼睛 非常的雪亮 马上可以看出你的棒 那你陈日 一定马上就会想 那现在时常就是这样 反正你自己做完老板 不会 反正他要求你这个时间做完 可是你早就做完了 其实你就没事了 OK 而且有时候老板如果你不知道 反正他就大概要 那所以你自己做完 里面就多很多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OK 所以你会被他发现 有的人在职场上 每天都很轻松 很愉快 有些人就每天改 改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用自己的方法做事情 所以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边改一下 应该其他都OK 好 然后再来你可以在 除了你可以细索之外 还可以再拆选里面其他的条件 所以不只是可以一个条件 你可以多个条件 复原的话在这里 OK 再把它复原 好了 画面先还请各位试一下